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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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就是要前往墓園 因為上一次我們去採訪機桶的時候 他跟我們說要去找找看木頭 墓園感覺有吸附靈體的木頭 想要在雕像上面撈撥影 測測看數據這樣子 撈撥影 科學傳聞說神體或神明之類的 就是腦電波的存在這樣 剛才想到的有 季童說的木頭 娃娃嗎 娃娃 他也是說神像裡面會住屋 他們適合的 還有什麼 狗 那狗還是狗啦 有欸 因為狗不是會垂高雷嗎 他們看得到說腦電波是怎麼樣的 那你剛才過來的時候也是起山路嗎 對啊 那我們也過 欸你上次不是迷路呢 我說你什麼 噢對對對 剛才那時候 我以為是走這樣 就在我的影響就是這樣 可是我後來仔細想想 我發現 我這機動很像 很像 怎麼還不動之外 怎麼還沒這回事 那你就開到摩哈波去 這邊有一個 你說什麼 那個側邊有一個 神像嗎 對 因為傳聞不是說 神像上面都會附有靈體嗎 所以想要 把老婆也帶在神像頭上看看 可是這種 路邊的神像 看起來是不太好 不知道有沒有有 適合的神像 或者是可以推薦哪邊的 可以給我測試一下 我們今天找不到的話 我們改天可以去 那邊你看 那邊就有一個地方 哪裡 哪裡 山豬 它叫安樂園 就是 木安樂園 但是我們要去的 不是這個 也很有可能 這上面整個區塊 就是不同的墓園 是不是快到了 是不是 還是你查的 跟我查的不一樣 這快到了 那路也太high了吧 這很有去新竹的那種感覺 你們有點過 線香這樣子走吊橋的感覺嗎 應該是沒有啦 這也是你們的第一次吧 沒有錯 也是我的第一次 而且又是在這種 直說 而且又是在這種 新竹當地 最靈異的靈異景點 頂幅林園 標誌 我們快要到了 我們快要到了 快要到了 左邊 左邊 要找到那邊停 這裡是 那個 林谷塔 道教的 然後上面是廟嗎 容易上面有一隻石獅子 可以看到 欸 這下 好主意耶 可以看到石獅子 頭上嗎 對 大家我們現在已經 地搭這個墓園的地方 給你們看一下周遭的環境 非常的荒涼 我面對的地方就是寺廟 然後下面的地方呢就是 有基督教的墓園 跟道教的墓園 我們就想要來這邊找找看 第一個 基童跟我們說的 木頭 它是一個鬼魂 會比較喜歡附身的戒指 然後也找找看有沒有什麼神像 神像裡面都會有一些 孤魂野鬼進來附身嘛 反正工具在手嘛 我們就可以看到什麼 就測一下 這個腦波椅呢 想要看詳細簡介的人 可以去看另外一支影片 我這邊呢 就先簡單的跟大家解釋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的腦波 那最上面的就是你的電位圖 當我眨眼的時候 上面那個會幅度特別大 簡單來說就是 肌肉的電位 會被干擾到腦波的電位 中間這個呢就是我的專注度 我越專注的時候 這個調會越高 然後下面就是 每個數值都代表著不同的意義 像最低的這個Delta 你有第六感 或者是超自然感應的時候 它就是Delta波會特別的高 一般人就是在深度睡眠的時候 Delta現成優勢波 下一個是Theta 一般人在冥想 或者是被催眠的時候 你是一個半清醒狀態 Theta就會呈現得特別的高 再來就是Alpha Alpha就是 平常在有意識的時候 但你是放鬆的時候 它會特別的高 Beta就是特別專注的時候 呈現的狀態是 我的Alpha跟我的Beta 兩個呈現蠻均衡的一個波式 比較多的時間是Beta多一點點 代表說我現在還算專注 給一個不會有任何生命 沒有腦電波的東西帶上 它就是不會有任何的數據 對 那它就是要用這個電極片 對應上這個物體 跑上去 看它會偵測到什麼 看起來是沒有東西的 只是電位會特別大 但是是因為我的手在動 它沒有感測到我剛剛說的 我們最需要觀察的下面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去給第一個 只是只是看看 它會不會感應到什麼波法 走 看起來是沒有事情對不對 對 看起來是這樣 銅會有電波嗎 應該至少會有電流吧 好像沒有 好 沒關係 我們第一個食指示範 我們上去找第二個 我剛剛看到上面有一座小巷 這個是觀音菩薩對不對 好 我們來試試看菩薩 好像也沒有耶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個菩薩 它就只是一個路邊的百事 它並不是真的可以扮演那種 所以也或許它裡面真的沒有住進 什麼任何的神明或是魂 大家如果有願意可以讓我拍攝成成像 雕像的話 可以再跟我講 再去試試看 往上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耶 這個墊這邊 因為也都沒有開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去下面的墳墓 去那邊弄那邊的木頭看看 下面呢 這一排都是零菇塔 左邊那一排呢 全部都是基督教的墓園 哇 開放時間好像只到5點耶 不然我們就是找墳墓門口的這些木頭 我們來試試看 到底會不會有腦波的產生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就回去試試看我家的琳達 我覺得搞不好也會有機會 它也是任性嘛 之後大家也可以再推薦給我看看 有可能你覺得會有腦波的東西 或者是你確定 你的那個東西有被靈魂給附身 好 我們現在試試看木頭 希望會成功 生氣讓然 來囉 給木頭看看看 我把它圍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它沒有感性引到東西 沒有皮皮 木頭失敗 也有可能這根木頭沒有東西嘛 我現在走到這個琳達這邊了 反正剛剛發生了一點意外 啊我都沒有錄到 總之我趕快就會在路上跟大家說 欸我的 這樣下來 然後來車庫 這樣子 因為琳達放在車庫 很開心拿來打開她 然後結果一打開車門 把琳達這樣放在那裡 抓出來的時候呢 然後我的相機就自動故障了 那我剛剛弄了很久 然後所以就有了 我剛剛在檢視這個人的短片 但是呢 短片前我什麼都沒有拍到 就是剛剛相機出現這個狀況 對 就是 自動錄影停止 反正我們重點就是 要來拿琳達測這個腦波 來試試看 好 然後請琳達幫我潰好她 來拍檔 好 OK 然後給琳達 待在她的頭上畫一圈看看 琳達希望你能夠為我錄到些什麼 看起來是沒有 欸 剛才錄到嗎 一瞬間 有一個beam再試一次 換個位置 欸 一瞬間欸 大家有看到嗎 她剛剛一瞬間嗶嗶欸 我覺得 我可以再拿她多做些什麼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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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e 是Creators 在台灣 是為台灣新媒體 創造成打造全新平台 想多了解Kate的話 就下載 哈密 video app 進入Kate 公館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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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